他也開刀 他怎麼了 寬觀虎 現在師兄長輩就是這樣子 頭的蓋質各方面都不好 那你有看到美鳳姐她前陣子 就是假髮那個 哇照片都說怎麼保養的這麼厲害 那女團欸 她根本就是比韓女團更女團更牛氣更火辣 我自己看到那個照片我也嚇一跳 要加入那個團嗎 我很想但是我的腰 可能就是她的屁股大 我的屁股就是她的腰 去看望遠為人嗎 是去年去的 去年去 那她狀況都現在是怎樣 比較不太清楚 意識不太清楚 自從 她本來之前我們前幾年的時候 第二次在摔倒就不認識 不認識 之前前面看她的時候是認識的 但是我覺得她的姊姊很偉大 她姊姊好棒棒 就是一直照顧她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大家反應那麼大 也謝謝很多的朋友能接受 台灣熊瘦巴桑也會說來一點不一樣的變化 就是怕大家看膩了 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 我很願意接受不同的挑戰 自己保養跟心態是很重要 醫美是現代的科技 你好好的用它其實那是很正面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我真的沒拉平 我也沒買戲 不要哭 這就是我從以前拍戲就認識 後來戲豐又開了環境 所以我就認識她了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一塊吃飯 她就介紹 就是他女朋友 那個時候是 不是很正式第一次 再來沒多久他們就結婚 然後有了小孩 真的好快喔 在這裡祝福他 我覺得他們兩個非常棒 就是滿滿的愛 然後再來有了這個 這個女兒之後 那個真的是非常幸福美滿 要一直幸福美滿下去 嗯 還好來的心意比較重要 對 祝他們就 就是要幸福 幸福 女團 對 非常謝謝大家反應那麼大 也謝謝很多的朋友能接受 嗯 台灣上次 歐巴桑元素來年不一樣的變化 就是怕大家看膩了 而且我接受度也非常非常高 我很願意接受不同的挑戰 但唯一比較不能接受就是 如果要我扮演那種搖滾 重金屬 這個我就不行喔 那你說啊漂亮的妹啊 因為怎麼關 我也年輕漂亮過 現在不管年紀怎麼樣 心態還是覺得還是很年輕 是比較重要 當然 一個不一樣的造型 有人會喜歡 有人不喜歡 我還是很正常 我都接受 我都接受 但是真的 呃自己保養跟心態是很重要 醫美是現在的科技 你好好的用它 其實那是很正面 也沒什麼不好 但是 我真的沒拉平 哈哈哈哈 我也沒滿心 哈哈哈哈 對 就是 當然現在拍照都會都會有一些 可能就是濾鏡啊 或是說微調 但基本的框架是不會差太多吧 你想想看我本人會差 會 一模一樣 喔你怎麼那麼甜 真的 就是說可以稍微 比如說我們像個微整 微調 或是你照片當中的微調 我覺得是可以的 只要不要就是 對我也不知道耶 就每一個人的接受度啦 我是接受度還蠻高的 但 我希望是很失真 但大方向 真的 看本人應該不會落差 很大啦 會有一點落差 但我相信那種 嗯 心情啊 還有自己吃東西啊 因為我從來不吃甜的 然後我又很喜歡流汗 我又很喜歡曬太陽 那當然如果 有的時候 朋友聚會的突然多了一點 但是如果 我第二天要工作或幹嘛 我就不會有突然了 所以你要去節制 你要去看 並不是說都不可以吃 並不是說你都不可以小酌 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拿捏 不要影響到你正常的生活 我覺得這比較重要 放鬆聚餐小酌 沒關係吧 那美鳳姐看到有人這樣質疑 會不會覺得不是很開心 有影響到心情嗎 不會不會 完全不會 都不會 因為我只能說能引起這樣的討論 這也是我的榮幸 因為 當人家不討論 也有時候就要自我檢討 那當然也要謝謝 造型師的協助 才能夠讓我每次會有一些 不一樣 沒有他們 他們就沒有我常常讓大家覺得 哇很不錯啦什麼 沒有他們就不行 所以 都是天死地地的配合 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專業 再加上我願意嘗試 所以我就繼續 還多久做一次Email 你像瘋狂電波 每一月呢 體質什麼 有人是可能半年八個月 我是一年 去年到 一年應該 應該可以在 進場保養 那就是 有人是八個月 或是有人是一年多 都還OK 看每一個人的狀況吧 他最好的就是 讓我 不會因為這樣 我第二天沒辦法工作 我應該怎麼樣 我覺得都還好 然後再加上 有些微調 真的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